好雷克來關心我們的天氣資訊 大家都知道今年第一號颱風 輕度颱風杜鵲來報導了 好 目前呢這個杜鵲的這個颱風 其實它是會往這個菲律賓的方向來移動 而且會通過南海對台灣 其實沒有造成直接的影響 可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 這是下禮拜二跟禮拜三這兩天了 到時候外圍環流可能會影響南部地區的天氣 到時候恐怕會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所以要特別提醒了這個橫沉半島的朋友 還有高雄的朋友都要特別特別的留意 接下來我們要來關心下一張圖表了 今天感覺說天氣狀況還算不錯 都是屬於比較乾冷的天氣形態 可是要記得一下喔 氣象局現在持續是發布了低溫特報 好 這些地區是包括了台南以北地區 還有整個花東地區 其實目前都在低溫特報的範圍裡頭 而這個低溫是從今天晚上 一直持續到明天的上半天 好 氣溫空曠地區都有可能會在10度以下 就要提醒這些地區的觀眾朋友 都要特別注意了 天氣走勢要給您幾點的提醒了 好 請留意喔 今天開始呢是有強冷氣團報道 受到輻射冷卻影響 所以呢 好 到了明天依舊持續 溫度上面起不來 中部以北跟宜蘭9到11度左右 其他地區12 3度 而到了禮拜六到禮拜一呢 這幾天水氣是明顯減少 可是禮拜二就要特別注意了 花東部分有零星降雨 至於恆春半島 可能因為颱風通過的關係 所以有一些雨勢會出現 這也要特別特別的留意了 最後的與你聊天氣 給您幾點叮嚀囉 好 今天明天受到冷氣團 跟輻射冷卻效應的影響 日夜溫差是特別大的 好 如果是早出晚歸的朋友 都特別留意這個低溫 因為低溫呢 可能空曠地區只有10度以下 體感溫度只有5到6度喔 如果你是要騎機車的朋友 後外套一定要記得穿起來 好 這些地區是在台南以北 以及宜蘭花蓮 目前都還在低溫特報的範圍裡頭 請這些地區的觀眾朋友 一定要幫我們特別留意 以上是這一節氣象資訊